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 长期看护的重要性 在美国医疗费用非常的昂贵 长期护理的费用 像是无底洞一般的惊人 那么在规划退休这个环节上面 那么长期护理是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而哪一种投资工具最适合呢 今天我们再次请到了 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消费律师 还有我们的理财专家Jeff曹 两位好 其实这个长期护理 其实我觉得这是个非常热门的产品 尤其在这个我们说 应该说是个算是去比较 就是说整个社会上来讲 这个年纪就是越来越长 人活得越来越长 医疗科技越来越好 其实这个寿命一延长的话 其实就比较 就变成说你退休的日子变长了 其实最担心就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生病了 或说需要这个护理的时候 然后呢就看到自己的退休金 这样子像烧掉一样 就会很紧张很担心 然后又怕自己成为孩子们的负担 所以有一个这样子的产品 我觉得非常好 应该要推荐给大家 对 现在真的非常热门 我15年前进入金融业 考这个license 那时候就有学到这个东西 可是没有人在做 那现在这婴儿潮开始进入 老化 退休年龄 他们自己也看到他们的父母 不管是70级 80级 90级 也有这个需求 到后面其实也会连累到整个家庭 一个媳妇或者一个小孩 要辞掉工作或去take care 你真的要请到一个专业的人 来长期照顾你的长辈 家里面的长辈 这个不管是自己的父母亲也好 或者是就是说 有时候甚至就是说 有时候是朋友 甚至你自己都有这样子的需求 那在美国你只要住进去 这种nursing home facility 是非常贵的 现在在加州超 已经超过9万块一年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保险上面 不一定会支付 甚至只是支付partially Medicare它没有支付at all 那Medicaid你资产不能超过2000块 它有cover一些long term care 所以很多现在senior都自己在找 那大家不知道 这个可能性需要的非常大 他们statist是说70% 我们全部只要65岁以上 70%我们都迟早在这辈子 会需要long term care 是 这么多 其实这个数字还蛮惊人的 我虽然知道非常热门 但是我听到的孩子觉得蛮惊人 就是说其实很多人是 不太想去面对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觉得说 没错我自己会老 但是我是那个很健康的老人 很难讲 他们说第一个 意外会发生 意外 年轻人不一定要年纪大的 年轻人也可能需要long term care 他可能要需要一段 比较长时间复原 才能再回去工作岗位 那这段时间的时候怎么办 像car accident 他们说18岁到64岁 40%都有人已经需要long term care 那用long term care非常贵 因为假如说你今天是从你的 Ira 401k retirement account拿出来 或是from your home 你可能要拿出来14万 15万 然后缴完税去付这个9万块的long term care 而且每一年这个health cost go up差不多7%的increase 所以这个很多人要自己去准备 那问题是你已经有arthritis arthritis其实是number one reason 关节炎嘛 所以你在工作上面 真的会比较不方便 找工作可能也有问题 对 就是你日常生活的 主要的吃东西 上厕所 上下床 走路 这些不方便 你需要一个人就可以qualify 那等你有一些问题 像关节炎或你medical record 有一些记录 你就没有办法去qualify long term care这种 那我们上次这个Jeff 介绍给大家一个 Swiss army knife的话呢 它有多种功能 事实上那个也是一个 很好的long term care的一个 它里面也有来源 也有一个 它也包括long term care 那我很好奇 像这个long term care 它的这个费用上面 它是包含在这个整个保险里面 是 它这个费用已经包进去 你已经付保费 可是你今天要加这个 long term care的rider Depends 看你是几岁跟多少 你自己本身的状况 平均跟你直接 自己去买long term care便宜很多 maybe加十几块一个月 你就有这个benefit 那其实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附加价值的产品 是 对 这个rider就是附加价值 所以不仅有储蓄的功能 还有保障的功能 还有long term care的一个功能所在 对 那所以而且里面 拿出来的long term care的钱 要不要付税 No 因为我们讲过 那个是属于Texco 7702里面 它是多功能的 这是一个非常powerful的plan 就是说你今天70%你需要用到 假如你是那30% 你只自己去买 传统的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你没用到 那你就摆脚了 跟车子保险一样 你没有装车 没有用到 那you can't get it back 可是你今天是跟保险合并在一起 有一个优势 你今天没有用到long term care at least你这个full face amount 还是会给你的受益人 还是可以传下去 它里面还包括重病 像critical illness chronic 也有这些选择 你也可以有重病 或者是有像什么surgery 你也可以先去碰这个 life insurance的amount face amount 先去 先给你 先给你 对 我们就把它想成是 像line of credit一样 你需要再去拿出来 如果不需要的话 你的full amount 还是会在那边 所以不会白白浪费掉 绝对不会白白浪费 而且我真的是觉得 像我们这一代 我们的父母 都是在太平洋的另外一端 那我们不希望 我们到时候老的时候 这个burden 还要加在我们的小孩子身上 那大家都想说 没关系啊 我就回台湾 或是回中国就好了 那那边便宜嘛 但是这样子会造成 我们小孩子的负担 所以我还是奉劝大家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 middle age的父母 还来得及 买long term care的时候 要赶快做好planning 为了我们自己 为了我们的小孩子 所以那个Jeff 这边有提供五堂课的 financial literacy 这个workshop 其中也包括 long term care 每个家庭 真的是不一样 根据不同年龄 不同收入 然后你的小孩子的大小 那你的健康情形 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规划 自己还可以学 自己还可以判断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非常好的产品 我知道很多人 都不愿意去面对 就是说 有可能自己是需要 到有一天 会让人家照顾的 一个这样子的一天 但是呢 如果说你能够在这方面 做好安排的话 就像你刚刚说的 不会造成别人的负担 你自己心理上 也可以专心的养病 专心的让自己更好 我觉得呢 这其实是双赢的 一个局面 所以非常谢谢两位 再次提醒大家呢 其实有一个 很好的这个workshop 希望呢 能够有这方面的需求 或者没有这方面 只想要教育自己 甚至是小孩子 还年纪轻的孩子 要有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理财规划的概念的话 都欢迎去找Jeff 他真的是很棒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